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周庭其實是說謊 握了全世界 他其實是自己上大陸玩的 他說得好像被迫 我們國安那邊當然要講一講 有些回應 我們待會一起看看 接著那些黃絲黑暴的罪犯就說 好怕國安 待會拍門不知怎麼辦 好怕他 我們國安那邊亦有話說 你說國安找上門很恐怖 你好人好者 國安為甚麼會找上門呢 你不犯法又有甚麼好怕呢 我覺得挺對的 接下來我們香港將會放多了很多CCTV 這些CCTV其實會做一些資料搜集 會搜集一些可能違反國安的行為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 我們一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宜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按鈕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前香港眾戰的副秘書長周庭 早前棄保潛逃走去加拿大 去了加拿大之後 他就說曾經被我們香港警方國安處的同事 就安排到深圳一日遊 吃汗玩樂玩等等 看看我們的國家發展的國情是怎樣 之後他就拿了個護照 他就說因為我去了玩而已 我才拿護照 我不去玩我沒得拿護照 即是不要玩啦 帶你去玩 還要給你護照 哪有這麼好處 可不可以在我申請特區護照之前 可不可以 即是我不一定是國安的 找一些特區政府的人員帶我回祖國玩玩 就好請我吃飯 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不要玩啦 你自己喜歡 你自己想上去玩就想上去玩 老屈國安 那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 簡啟恩便問到了 喂是不是呢 就真的有些人士給我們國安帶去深圳的說法 是不是真的啊 他就說 其實呢 什麼人都好 那些反中亂港的人 我們都會跟他說 你有空 不如回到大陸看看 我們內地 是有遊戲強大 你應該要看看我們的祖國才行 你經常反他 你不清楚他的能力 他的地步 你又怎麼反呢 你有些大局觀 你不要混在香港 你不要這麼自我中心 他就說 這些東西呢 其實不一定是對那些 叫做犯人 或者是疑犯適用的 是對任何人都適用的 這件事 是非常之對的 當然他亦都被問到 就說 喂 我們警方會在今年計劃 就是在全香港安裝2000個CCTV 接下來可能會更加多的 那 會不會用這些CCTV呢 是去 看看有什麼人去 犯我們的國安法 或者穿些港獨衣物到處走啊 這樣啊這樣 我想原本沒有這樣的計劃 但是簡啟恩副署長 他聽完之後就說 咦 可以想想啊 哎呀 陳家欣你 陳家欣你真是 你真是 好提議 啊真是 那 為什麼會有這些對話 出來了呢 就是因為呢 簡啟恩副署長就接受了 TVB的講清講菜訪問 訪問的時候 警方對涉及到一些國安案的被捕人士 或者保釋擔保的人士 就會有一些抱著不想對方再做一些 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 為目標的行事作風去處理 去做的 他就說 我跟他做什麼 帶他做什麼 或者要求做什麼 這些指控 都是一面之前 那 那 也 根本 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是不是要回內地才可以 保釋等等 我想 這些事情 基本上在邏輯裡面都 不存在 即是他想保釋 就回大陸 但本身那些人 是很害怕的 他會不會理會你呢 是另一回事 是不是 那 他們都說 跟保釋人士談的時候 都會主動跟他說 哎呀 你為什麼 即是你的立場是這樣 你為什麼不回去內地看看 你可以回去看看 可能看完之後 然後呢 你可能是會 即 角度可能不同了 這樣 那 那 那 簡啟欣也都說 其實我們不是單止 跟那些反中亂港人士說 這些說話 是對同事都這樣說 是要 要求他們走進國家 即是要求同事 走進國家 看多些我們國家的發展 這樣 才可以 讓人知道 我們國家其實 是有多麼強大 是要明白到 要面向祖國 要有大局觀 不要 將自己的觀點 自己的眼界 困在香港這裏 因為這樣的話 很大機會會造成自我中心 這件事 對任何人 都是這樣的 不只是對那些反是這樣的 所以 我綜合來講 根本是周庭說謊 他根本是自己 旁邊的朋友 上鬼了內地玩 回大陸 打火鍋也好 喝喜茶也好 買東西也好 去玩也好 根本是每個朋友都回上去 你知道 現在很多黃絲阿布都回上去 自己是抵不住頸 跟你上去看看 否則都沒有朋友 香港 跟朋友上去玩 上去玩 再拍照 給別人認得他 拍照 他就在這裏 淹底了 別人認得他 會不會把他鋪上網 到時被人說他回大陸 會換手足 不要了 周庭最理會是甚麼 說謊 所以他就製造別的大話出來 哎呀 我又被人捉了回去 說真的 如果 我 如果我是內地的官 我只是說我 周庭回來了 我還搖一下他有甚麼出來 對不對 怎樣 你們和黃之鋒有甚麼 你們做些甚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其實 他根本上 是自己上去玩的 當然 內地的官員 都不會自由他 他都 在我們香港 處理著 對不對 你喜歡玩的 怎麼會阻止你玩 那就讓你玩 是不是 他覺得很好玩 又怕朋友說出去 所以就先下手為強 我不是真心想上去 當然 上去見識到 那些朋友都上去玩 我們祖國的確發展好好的 這件事是無容置疑的 亦都反駁不了的 但我被逼的 都是說 說大話 明明自己玩得很開心 自己上去玩 又說到被逼等等 是很好 不過我不想 就是 這樣 又要做 又要拿精緻牌坊 大概是這樣 接著 被說到 香港政府想著今年 安裝 大約是2000個CCTV 遍布18區 全港18區 亦都問 會不會拿來檢視危害國家安全的工具 例如會不會主動識別一下 穿一些港獨三的人 或者是違反國家安全自據的 衣物的人 這樣 這樣 簡慶欣就說 都可以想想 如果這些人招搖到到處走 警方見到一定會執法 當然 未來有很多的CCTV 是不是對國家安全有好處呢 他們說 簡慶欣說 看到一定會 至於怎樣去利用 幫助他們破案 或者幫助他們研究一些情報的時候 這些 他都說要研究一下才知道 現在香港 我們香港 叫做本港的國家安全 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 美西方的干預 遠對抗 以及本地的恐怖主義 而大家亦都清楚知道 本地 真是有恐怖主義 是不是 最終 亦都會說 就是 反修例暴動之後 國安法之後 遊行示威減少了 這樣 這樣 他們都說 根本上 你表達意見 你出來遊行示威 沒問題的 是不是 都會批的 對不對 亦都說 有些團體 被國安處的人員約談之後 取消活動 這樣 是不是國安主動阻留 這樣 他就說 好 基本上 看到任何人有機會光泛國安法 沒理由坐視不利 沒理由由他們犯法 對不對 所以 去了解一下他們的活動 是天經理義的 他也都形容 那些人 去妖魔法 國安找上門 他就說 喂 那他們不犯法 不搞事的 那國安怎麼會找上門呢 不關我們事的 那一樣東西 又對的 是說得絕對正確的 對不對 那他也都說 怎樣都好 現在那些國家安全風險 仍然是存在的 主要變了地下化軟對抗 會透過網絡 媒體 文化等等的活動 潛移密化 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亦都是要居安私危的 他也都說 現在可能是未見到 即是見到一些人未拉 未鎖 有些組織未被取締 這些都是 我經常說的那句話 約二未煲 時辰未到 那這些都是一個 即是 告訴那些反中聯邦分子 你們不要 存在著一些僥倖的心態 不動你 不是不動你 是未動你 OK 亦都被問到 遊行示威是否軟對抗 CAN就說 當然不是啦 市民想表達意見的 出來多少次都沒問題 就是 基本法和人權法保障了我們 市民遊行示威的自由 他是說到 有些人士說 國安尋上門很害怕 嚇倒了 等等的東西 他就說 簡直就說 那麼 國安處 知道有些人 可能違反國安法的時候 沒理由坐視不利 那些人染魔法 說國安尋上門 哇 好大人害怕 嚇倒了 這種樣子 是塑造到自己 成為一個受害者的樣子 只是塑造到自己 成為一個被打壓的一群 可能被有用心 叫多些人出來 也不奇怪 這些 對的 是的 沒錯 當然他們一定假裝可憐 他們不可憐的話 又怎會有多些人 去眾籌給他們 是不是 他亦都說到 被問到 何時會跟上一些未拘捕 或未提告的人士呢 簡直就說 國安法案件是很複雜的 要些時間去起他們底 查他們後面的人脈 組織 報警 背景 等等的東西 對於一些尚未被拘捕 和危調查的組織 他們就說 他就說 若然未報 時辰未到 他都被問到 在審理國安法的時候 在法院上提到某些人物 有意見就質疑他們 涉嫌違法國安法但未被捕 那警方之後會不會採取行動呢 他就說 總之 都是那句 要些時間去努力一下 現在見到那些人未拉未鎖 未被取締 都是若然未報 時辰未到 如果壞事的 一定 是會 被捕的 一定會扶回後果的 也有些案件在原眾庭審完之後 有部份未被檢控 或者未被捕的人士 現在還是要 交代表證件出來 要定時報告 是否會不公平呢 他都說 因為這些案件 可以上訴的 這個調查其實還未完結 他就說 以往見到有很多情況 就是我們 就是說 國安那邊 深遠 聽了他們很多的 辯解 一些 大話 信了他們 把護照交給他們 即是宗漢林 周庭 他們 最後他們就利用了我們這些 國安的信任 他們 逃離了香港 繼續勾結 外國勢力 他們都說 其實警方要向法庭交代 不能夠無止境地扣留 這些全部都是需要法庭去允許才行 OK 這個也是一個事實 好了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這件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民意 你怎樣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民意新事老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